我只代表我个人 就是我们说人追求名跟利 其实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世俗的 这个事情很正常 对吧 现代社会 我不会跟你们说 兄弟们你们应该要追求什么 圣贤书里面教的 对吧 就是英式飞猴踏雪尼这些的 就是我觉得名跟利 确实就是我们男人在这个社会里面 去追求的东西 但比起利 我可能更在乎名 我也可以跟你们诚实的说 我很在意当我退役的时候 当我离开解说席的时候 别人是怎么评价我的 是怎么评价我这几年来的 甚至可能十年来的解说 你懂吗 所以如果现在我退了 大家看似还愿意 就是我也知道 可能不是我做的那么好 很多时候就是没上场的最强嘛 对吧 我也懂 虎扑现在就是22年 23年把我骂成傻逼了 24年现在 不不 就是23 2122年 22年把我骂成傻逼了 然后 23年现在也有一些人说 很怀念我啊 然后拿我去踩他 别的解说 我觉得这不就是不上场的是最强的吗 我也不会 我当然会开心哦 人是虚荣的 但我不会 我不会把它往心里去 我觉得这个事情往心里去 我就是傻逼了 你们懂吗 所以 如果我要回来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至少要想办法超 就是超越以前的我 但我跟你们说几个 我自己思考这件事情下来的 几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是 我回来的目标是什么 你们懂吗 就是我回来 总要找到一个我的目标 我要有一个支撑我下去的东西 这个对我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尤其在现在 这个相对不好的 电竞环境里面 你们懂吗 就是这个事情很重要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目标 它不需要 它可以是任何目标 如果哪天我的脑子就觉得 我他妈要回来赚钱 Remember你要好好出来赚钱 那我可能 我可能就可以 回来好好做 那我可能 我可能就可以 回来好好做 你们懂吗 但是我现在 不是不喜欢解说了 其实很喜欢解说 解说到好的比赛 那天跟 马教跟腿哥解说那个监局 哇 那天真的太爽了 对吧 要不然我也不会在咱们平台 还什么 叉叉叉叉干杯 对吧 那天就是 真实的感觉到很爽了 你们懂吗 但是 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这个事情 只能我自己去找 这个事情 你们也帮不了我 因为这个目标 不可能是别人帮我设定的 你们一直在聊 最受欢迎解说这个事情 其实 这个事情 很多人认为 是我离开的一个 关键因素 但我今天可以跟你 很负责任的讲 这个事情 它可能占了一定的比例 但这个比例不会很大 你要让我说一个数字的话 我觉得 可能甚至百分之二十都不到 因为这个事情在我当下 没有拿到最受欢迎解说的时候 其实我当下是很难过的 就是我觉得 因为那时候 其他解说都在帮我拉票 包含米勒老师也在帮我拉票 管歌也在帮我拉票 我心里面 我心里面觉得我应该值得一个最受欢迎解说 但是最后我没有拿 的那个时候 其实我大概 难过了两三天吧 我觉得最多不会超过三天 我想明白这个意思 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了 你们懂吗 那我既然想明白了 我就不会去纠结了 包含你们一直在说 郁姐的事情 其实我很希望如果你们今天来到我的直播间 我应该可以把你们当做我的粉丝 或是至少愿意来听我的吧 少数的是乐子人 少数的是要来搞我心态的 对吧 那就是你们如果可以 就不要再去网上说这些了 因为其实我跟郁姐没有任何的 私底下没有任何的 就是我不会对他有一丝丝的怨对 因为这就是人家拿奖呀 这是人家拿奖 人家牛逼 你有什么好怨对 如果我就是就类似怎么讲 这个事情不代表我比他差 也不代表他比我差 你们懂吗 就很多时候 其实我不喜欢LPU的一个氛围就是 为什么最受欢迎解说 最佳解说只能有一个人呢 为什么他不能是四五个人 他不能是很多人 因为就像 如果你们认为解说是一个类艺术的表演 那一个歌手 就是周杰伦 我们说台北歌手 就是最精华的年代 我那个时候大概是初中 高中的那个年代 王力宏 陶泽跟周杰伦 对吧 这三个人一定要分个高下 一定要就是周杰伦 大于谁谁谁 他一定要是第一 在我的视角 我不是这样认同的 你们懂吗 所以我觉得就是 对这个西亚说的文无第一 这个东西其实艺术是主观的 你欣赏谁 你可以在你心中觉得我最喜欢谁 但我不是很喜欢去参与讨论说 就是我觉得每个解说 在我心中就是 这个解说 他的能力到达一定的程度 他有自己的一个风格 他就是一个在我心中 并驾齐驱的解说 我可能会在每一年去观察我的同行解说 他们的工作状态 他们投入的态度 可能会在每一年 大家表现出来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但不代表就是A大于B 永远就A大于B 你们懂吗 所以这个东西 我21年 但是我要跟你们说这个故事的原因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觉得最受欢迎解说 算是我给我自己找的一个目标 但你说这个目标 他真的对我很重要吗 他某一种程度很重要 但是他又跟我想要的那个最受欢迎 不是一样的 你们懂吗 我只是想要成为一个 能在你们心中被记得的解说 这是我真实想要成为的 我想要成为一个 你们觉得我很牛逼的解说 但我是不是第一 是不是最受欢迎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相对的没有那么重要 你们懂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信我说的 但我心里面的想的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 就是 因为就综合我刚刚说的嘛 就是这个没有第一 为什么我要成为第一呢 当然一个奖是对我的肯定 所以 今年十周年春季赛的时候 官方给了我一个功勋解说 然后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 我跟我自己是 可以完全释怀了 我不会觉得 我来到LPO 16年我拿了一个最佳新人解说 应该说偷了一个最佳新人解说吧 因为那时候确实我已经在 LMS解说了三年了嘛 对吧 我已经不是个新人 所以算是我用偷的 对吧 我偷了这个解说 但是我一直在这边工作了 后面七年 我没有办法再给自己 哪一个奖项 可能我会 有些自我怀疑 但现在我觉得 我也不会了 你们懂吗 所以解说这个事情 就说到这边吧 我应该是怎么办 我应该是怎么办